立陶宛外交部去年7月份 不顾中国的反对 那么说他们要力挺台湾 所以就允许台湾 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了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过去通常我们的代表处 都叫中华台北吗 或者是台北代表处 但是这回直接用了台湾 创下了欧洲 还有中国邦交国的首例 那当然我们看到 立陶宛这样的一个 放行台湾名义成立的代表处 导致了北京当局的 全面制裁跟反扑 庞大的外交压力 让这个总统现在讲 说让这个台湾 用台湾当名字 开设代表处 现在回想真是一个错误 明明当初立陶宛 是毫无压力的挺台湾 为什么 他们的底气在于 他们对中国的经济 依赖度蛮低的 他们说占他们全体的一个 出口大约只有1% 他觉得少了那1% 还好啊 结果没有想到 最后的立陶宛 依旧尝到了经济制裁的苦果 到底是为什么 今天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好我们首先先从 中国要打压立陶宛 就为了立陶宛 让放行台湾为名的一个代表处 好那么这个时序上是这样 从这样说起在2021年的7月20号 那个时候就传出消息说 立陶宛就允许我国用台湾为名 设立代表处 那到了8月份 中国很愤怒啊 就说你是我的邦交国 那你怎么能够违背了 这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要求立陶宛就是不准台湾设代表处 让立陶宛就坚持啊 所以中国就召回了驻立陶宛大使 同时呢也要立陶宛说你把你的大使也带回家 就不要留在中国 然后我们看到到11月18号 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 就这几个字哦 正式挂牌 那于是呢 中国就说了 哇那你执迷不悟哦 所以呢现在要继续更加大力道的外交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立陶宛违反了一中原则 就把跟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关系 本来是大使对大使嘛 是邦交国 现在就降级了 降到代办等级 那么对中国来讲 对立陶宛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上面的一个表态咯 就要求立陶宛立刻做一些回应 那当然中间有非常多复杂的一个政治的施压 外交的施压 经贸的施压 但是呢大半年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如今立陶宛的总统 他在上广播节目的时候 他这样讲 他说啊 这个如今回想 这过去大半年被中国的压力 他说当初允许用台湾当作名字来设代表处 他说现在想想真的错了 他说并不是说不让台湾在立陶宛设代表处 但是呢 你可以不用叫台湾 你可以叫中华台北 所以呢立陶宛总统说 现在想想是错了 所以呢影响到跟中国的关系 现在他得要来处理后果 但是呢立陶宛总统的这番话 其实在立陶宛国内呢 他们有不同声音 还是有一派国会立员是非常力挺台湾 觉得做得很对啊 就惹北京不用怕他 像我们看到这位啊 是非常挺台湾的一位议员 他就讲说这总统你讲这个话太可悲了 你应该要坚定支持民主阵营啊 怎么能够向这个中国低头呢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位总统的讲的话 在立陶宛国内 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声音 但是呢 现在立陶宛啊 这个被北京当局啊 这种外交的一个手段来这个制裁他 所以呢 这个美国又要站出来挺了 站在中国对立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就跟北约的九国的外长热线了 热线之后呢 他们共同的一个声明是 他们要力挺立陶宛 对抗中国的胁迫 2021年11月18号 助力淘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接牌成立 这是欧洲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称的代表处 不过代表处的名称正面挑战一中原则 让中国政府弃得直跳脚 立方行径严重影响了中立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 立方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切实履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11月25号中国助力淘宛大使用官网宣布 因为技术原因暂停领事业务 虽然提问不到一小时内就撤出 但当时来举动让人联想到 与力淘宛大力挺台有关 Lietuva想要叶学重提论 减宁 政治,教育和学生的主意 要与力淘宁不了 在这一角落的光线 如何有所压缘的证竞 而这是我们统会与美国制作的情况 腊重温的性格 LATUA的总理表示 与台灣联调交流无上大套 强调既没有要进去中国 也无意違反一中政策 2021年7月 立陶宛宣布允许台湾 以台湾为名义开设代表处 就引爆中国度火 中国外交部八月 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同时要求立陶宛 召回驻中国大使 立陶宛外交部决心和台湾 发展互惠关系 并对中国所为表达遗憾 而中国打压手段紧接而来 把两国的外交关系 降为代办级 工房与宣布将中立关系 降为代办级 并证实召会立方 决定将中国驻立外交机构 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 不仅如此 中共当局甚至还撤销 原本立陶宛大使的文件 要求大使们通通重新交资料 引发立陶宛外交人员的疑虑 12月15号 立陶宛以安全考量为由 大动作撤离19名外交人员和家属 就是担心继续留在中国 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 面对中国施压手段一波接一波 立陶宛严正以待 眼见火越烧越烈 如今立陶宛总统马赛达后悔了 4号接受当地广播专访时表示 当初允许我国以台湾名义 开设代表处就是个错误 对立陶宛和中国关系 产生强烈影响 不过立陶宛总统的言论让自家人都听不下去 立陶宛及的欧洲议会议员马尔德·科涅 忍不住在社群网站上爆粗口 怒呛马赛达竟然建议立陶宛被中国通骂后 还要继续向中国低头 立陶宛某些人某些势力 执意从台独分裂奉子 航械一气 一条道走到黑 终将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国际记者面前把垃圾挂嘴边 中国外交部说得咬牙切齿 就是因为不满台湾和立陶宛越走越近 立方试图制造一中一台 损害中方主权 不会得逞 尽管中国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但立陶宛并不孤单 欧美各国持续声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号召九个北约会员国外长通话 严厉谴责中国蛮横打压 更强调会与立陶宛站在一起 团结一致 此举遭到中国狠狠回呛 美方不仅一再为立方 一中一台的错误言行 辩解帮腔 还以支持立陶宛为幌子 试图拉拢纵容台独势力的小圈子 这只能让国际社会 质疑美方声称坚持 一中政策的常义 以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意图 狠批美方为立陶宛错误言行辩护 中国的战狼外交 态度强硬又咄咄逼人 就连立陶宛总统都后悔挺台 面对中国的全面施压之下 恐怕没有几个国家能挺得住 三令新闻夜立委报导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在政治方面 那么中国的一个方法 其实能够对抗立陶宛的并不多 顶多就是外交方面的降级嘛 那你没有办法直接的惩罚到立陶宛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企图要用过去对其他国家一样的用经济制裁 但经济制裁这条路 这就是当初立陶宛不怕北京很重要的理由 他为什么能够挺台湾挺到毫无心理负担 不怕北京的报复 因为当初立陶宛是这么想的 我对台湾对中国的一个经济依赖度非常小 因为我们来看2020年 对中国的出口只有三亿欧元 这完全不到整个立陶宛对外出口总值的1% 那你就1%他们觉得不痛不痒 所以于是毫无心理负担的就挺了台湾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伙伴是欧盟 立陶宛呢他有81%的服装都出口到欧盟 欧盟才是他们最大的经济伙伴 于是乎这就是中国看到的打蛇打七寸 我们直接的一个交易并不多 我可能惩罚了你不痛 于是呢绕道而行从欧盟下手 我们来看接下来中国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立陶宛如今总统出来认错 怎么样卡贸易呢 直接贸易很小吗 于是呢我就绕道 我们来看首先中铁集装箱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国有的企业了 那么专门呢是做一些这个铁路货运的 那现在据说呢就中断了铁路货运 那但是呢中断了之后刚不是提了吗 跟这个立陶宛他直接的一些货运也并不多 所以呢你绕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还是过得去 但是呢就让你很麻烦 再来呢我们看到中国取消了农处的谈判 还有呢取消了立陶宛的进口许可 那当然啦1%其实也真的还好 但是就让那些以此为生的一些商人觉得很头痛嘛 那当然看在立陶宛政府的眼中可能觉得商人也就一个两个三个八个也还好 那再来呢就砍单咯 很多过去的立陶宛的商人卖到中国的啤酒 一下子单子从本来这么多变成零挂蛋 那这个商人卖啤酒 当然心里头就觉得非常非常很委屈 甚至呢有一些农作物要迈进中国的 呃马上就说你那个有病虫害 那我们就再看看要不要再继续跟你买 那一项一项加起来 其实呢多多少少多多少少也让立陶宛的一些商界觉得怨声载道了 会觉得嗯为什么政府要害得他们生意没得做 那再来刚提到绕道而行啊 呃立陶宛最大的一个这个合作伙伴不就是欧盟国家吗 那欧盟国家如今呢也是中国是很大的市场 有很多欧盟国家大型的连锁企业也是要看中国看人民币的脸色 于是中国就直接这样做了 逼迫我们看马牌轮胎 这个是德国很重要一个轮胎的公司哦 他说如果你啊用立陶宛的零件 那你就甭想迈进中国市场 所以呢这个马牌轮胎这家 他们的这个公司呢就 那立陶宛的零件不好意思 只能跟你say sorry了哦 那于是呢就停用了立陶宛的零件了 那就问立陶宛你痛不痛吗 你说不是直接跟中国做生意 但你跟德国做生意 但德国要跟中国做生意啊 于是呢立陶宛受到影响 再来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中国的海关直接哦 就讲说移除了立陶宛的选项 你从立陶宛要进到中国海关 你就哎插武此国插武此国插武此国 你就无法清官 然后还有一个釜底抽薪大绝招 逼迫跨国公司断绝跟立陶宛的商业往来 我们看到这个是欧盟他们证实的 他们说中国啊已经暗示民事了 他说如果你的商品当中 有来自立陶宛的零件的话 那很不好意思 你会被卡在中国的海关 这批货我们就不处理 你就放在那吧 反正进不了中国 欧盟成员国都被警告 只要用到立陶宛的零组件 可能就进不了中国 于是呢有很多的一些欧盟公司 那就不要用了吧 不止立陶宛会做零件啊 有很多其他国家可以选择啊 所以立陶宛又被舍弃了 我们看到绕了一个道 立陶宛依旧在经济方面遭到了惩罚 这很可能就是最近立陶宛的总统 会出面觉得自己做错的 最主要的关键原因 波罗地海国家立陶宛 因为强硬支持民主盟友的外交退度 碰触北京当局的敏感神经 因而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多次怒枪立陶宛 搞得双方关系剑拔弩张 但其实人口约280万的立陶宛 基于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低 所以才敢公然挑战中国 立陶宛经济部长曾表示 对中国的出口只占总出口的百分之一 就算有损失也不是太严重 不过这半年下来 中国加大打压力道 已经让立陶宛吃不消 除了从政治外交方面下手 北京也对立陶宛的经贸出手 中国国有企业中铁集装箱 主要经营欧洲及中亚地区 在德国 俄罗斯 哈萨克等国都设有营业据点 由中国直达立陶宛的货运线 是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 中铁集装箱去年8月告知客户 受到双边关系恶化影响 中断8月底和9月直达立陶宛的铁路货运 尽管货物能从中国 经由波兰等地进入立陶宛 但交其运费等成本势必上升 立陶宛有出口商更表示 已经接不到中国的新订单 有些产业传出中方停止更新 批准进口许可 或是抱怨农作物有病虫害 还传出去年12月初 中国海关已将立陶宛 自电子作业系统移除 导致立陶宛货物无法清关 同样受害的还有立陶宛啤酒沃福斯 原本在中国市场稳定发展10年 一期间订单被砍光 业务被清零 估计损失达50万欧元 折合台币约1570万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连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也受打击 因为中国要求世界第四大轮胎商 也就是制造马牌轮胎的 德国大陆集团 停用立陶宛零件 相惜出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 立刻跳脚 痛批中国对立陶宛 采取的贸易抵制 将冲击欧盟整体 立陶宛政府对华政策 原本可以简单明了 那就是在坚持国际公认的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与中国发展各领域友好合作 遗憾的是 立方部分政客 要么没有认清历史大事 要么就是出于政治私利 盲目迎合背后势力 使立陶宛的对华政策 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 中国外交部把错 全归在立陶宛的对华政策 同一时间 北京也锁定跨国公司施压 要求这些公司 切断和立陶宛的关系 否则将被拒于中国市场之外 原本只是立陶宛和中国交恶 如今就连欧洲其他国家 也受到牵连 尽管中国以经济胁迫 报复立陶宛并不令人意外 但透过第三方施压实在罕见 因此欧盟对此高度关注 试图透过政治和外交手段 解决争端 同时也搜集相关证据 如果必要时 欧盟也不会坐视不管 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告诉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